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 勒布朗詹姆斯没有能够完成出手 胡人的季后赛征程也就到此为止了 以二胜十负开始常规赛 在交易后面对0.3%的禁忌概率 洛杉矶在赛季的最后逆风翻盘 以西部第七的身份杀入了季后赛 4比2千后击败了灰熊勇士 但还是倒在了西部第一的脚下 结束了自己的黑棋之旅 就像本场比赛的詹姆斯 我们总说38岁的詹姆斯 你怎么还能要求他更多 但是38岁的詹姆斯 可以在生死战中出场47分55秒 仅仅休息了4.3秒 为球队带来了40分10篮板9助攻的贡献 然后昂首阔步的离开了本赛季的舞台 他的伟大已经无需赘述 当时光的列车缓缓使用NB的赛场 即便你能跑赢所有的对手 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并不是胜负 而是时间 而对面的越基奇正值巅峰 尽管身体素质有所差异 但与詹姆斯为人赞叹的地方非常相似 同样是掌控球场局势的传球大师 这个来自塞尔维亚的大个子 也在用着一次又一次的三双 出现在球场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在比赛的最后 用詹姆斯最熟悉的左手突破强吃上篮 完成了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一球 就这样绝尽完成了4比0的横扫 而在这之前 生活在丹佛高原的这支球队 从未完成过系列赛横扫 也从没有机会站在最后的舞台上 挥洒汗水 但现在他们做到了 被人们称之为诸葛马龙的神奇教练 两年MVP的越基奇 其后赛就会进入到下一层次的加马尔木雷 人生数次大起大落的天才波特 找到自己定位的阿龙哥登 冠军拼图波普和第六人布朗 他们组成了这支全新的绝晶队 从防守做起 却达到了季后赛第一的进攻效率 这支绝晶已经足够强大 他们已经超越了自己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但他们不会满足 总决赛的舞台上 将会有他们更精彩的表现